欧洲史第八章 启蒙与自由思想 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 一 穷人的生活 除了战乱以外 18世纪欧洲大部分的居民的生活条件仍然恶劣 城市很不卫生 道路没有铺气 往往十分阴暗而且臭气熏甜 由于没有17世纪那样伤亡惨重的大战乱 人口急剧增长 城市里人满为患 可以合情合理的估计 在18世纪末 人口增长了50% 这个百分比因时因地而有很大的变化 英国人口有550万人增加到了900万人 法国人口由1800万人增加到了2600万人 人们意识到必须改善欧洲城市的道路 卫生及安全条件 一些不卫生的人口过于稠密的城区被拆毁 以修建大广场 例如巴黎的路易十五广场及其众多的仿制品 然而大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 而土地无法满足增长人口的需求 在19世纪极其以后 人们将咒骂工业革命的撒旦的黑工厂 并将不卫生的工作条件与农民的户外生活对立起来 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 在18世纪的农村 穷人的家庭忍受着长长的劳动饥饿和疾病 居住的地方既阴暗又潮湿 在18世纪 随着农业革命 农村生活开始发生变化 农业革命不像工业革命那样为世人主牧 公用地及乡镇土地逐渐消失 用树木为格的田地开始兴起 尤其是在英国 然而欧洲远远无力承受这种人口巨增 于是农民开始流向城市 这种迁移在下几个世纪里越演越烈 使靠乞讨为生的穷人越来越多 画家们表现了城市的这些景象 在豪华的住宅旁边是极端的贫穷 在人群当中既有贵族也有乞丐 有钱有势的人对这种形式并非一无所知 他们十分清楚它的危险性 慈善事业虽然往往出于基督教的慈悲精神 但也是保护富裕阶层利益的一种手段 因为富人们知道穷困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 因此有人努力与穷人的困境做斗争 或者说与值得称赞的穷人的困境做斗争 因为残疾人是得不到同情的 即使他们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 他们必须自己摆脱困境 但往往堕落并受到严厉的惩罚 此外 人民对各种刑法怀有一种病态的兴趣 在断头台出现以前 他们已经对边形、车轮形 以及更为讲究的绞刑感兴趣了 教会是给予穷人安慰的唯一的避风港 圣凡上德保尔的修女们 在许多天主教国家活动 还有些其他的宗教团体管理医院 兴办慈善事业 在新教国家 特别是在斯坎地纳维亚和英国 有一种资助穷人的捐税 例如 有关穷人的法律 就规定每个英国教区 必须征收税款作为救济金 但无论如何 任何措施都解决不了问题 而救济即使是可行的 也打上了耻辱的烙印 儿童死亡率极高 婴儿不论社会出身如何 能度过孩童时期就算是大幸了 穷孩子当然死得更多 特别是那些不被父母欢迎的孩子 从孤儿院收养的儿童数目来看 弃婴问题十分严重 大多数孤儿院食物飞薄 并实行着铁一般的纪律 儿童们幸存下来以后 还必须克服生活中的各种变化 当然在18世纪没有发生像17世纪那样的伤寒 或是1830年的祸乱那样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流行病 公共卫生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 但有所改进 在18世纪末期医院增加了 有时是教会出钱办医院 更多的是是私人本着基督教的慈悲精神来办医院 外科仍然很简单 理发师的红白招牌也是理发师外科医生行会的标志 麻醉仍然是很危险的事情 但已经开始用来止痛 天花曾经损坏威廉三世的妻子玛丽的容貌 并使她丧生 抗天花疫苗的出现是一件大事 英国皇族见疫苗在穷人身上产生了奇效 便也开始采用 因此疫苗迅速传遍了英国 统治阶级意识到贫穷可能引发叛乱 因此把教育当作改善形式的一个手段 儿童们不论出身如何都很少能去上学 富家子弟一般都请家庭教师 有时继续去中学大学学习 而在大多数的国家里大学是很不受重视的 最幸运的人出门开始大旅行 富与人家的女孩子在家中学习如何成为贵妇人 母亲教他们做针线活以及如何持家 另有一位老师教他们音乐和舞蹈 除了普鲁士及苏格兰以外 就整体而言人民的教育水平极底 菲特列二世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 早在其他的君主之前就实行了义务小学制 普鲁士的教育体制立足于渐进的观点 考虑到每个儿童的兴趣和特点 在苏格兰 长老会管理人人学校 新教徒和犹太人一样 每人都必须会读圣经 在法国圣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尔 于17世纪末期创建的宗教团体基督教学校兄弟会 负责对穷人进行教育 19世纪初期 爱尔兰基督教兄弟会也在爱尔兰的大部分领土上 对穷人进行教育 他们的事业后来超出了边界线 在英国 慈善学校越来越多 他们受到当地善人们的支持 也受到教会团体的资助 教会团体也规定了学习科目 除了这些有组织的学校以外 还有一些由个人兴办的学校 男女兴办人在自己的住所安排一间教室 来上学的儿童逐日交付学费 学费低廉 女人们 尤其是寡妇 办这种学校来谋生 寻回教师遍及爱尔兰 他们在租用的教室和露天的临时必身处授课 在法国也有这种露天学校称作地方学校 就这些学校而言 很难谈到班级 因为班级这个词是指学生按照不同的程度 也就是多少按照不同的年龄而分班上课 可是在18世纪甚至到了19世纪情况很不相同 一位教师有时在最大的儿童的帮助下 向所有的儿童授课 根据他们的程度给他们不同的课文 学生们有时没有书 只好用一张简单的告示来取代 课程包括阅读写字和初等算术 这些课程都有教材 但这些学校很少使用 教师能弄到什么书 小说或宗教作品 学生就以它为教材 然而形式在变化 人们意识到儿童并不仅仅是为发育的成人 在此以前 儿童所特有的充沛的精力 丰富的想象力 以及好奇心被认为是幼稚性 必须摒弃 至少必须抑制 但从现在开始 应该把儿童看作儿童 根据他们的特点进行教育 为青年写作的大量作品 广泛地反映了这种新观点 例如 迪弗的《鲁宾逊漂流记》 和斯维夫特的《格列佛游记》 原本是为成人写的 却成了儿童喜爱的读物 鲁宾逊的奇遇将儿童带往了一个奇妙的世界 令他们着迷 家长和教师们都欣赏这部作品 因为它体现了崇高的精神价值 使信仰和德行得到了褒奖 并介绍了异国风情 这本书被编成了带插图的缩写本 以多种文字出版 以满足儿童读者 就连卢梭也将这本小说 列为他想象的学生 艾米尔的必读作品之一 卢梭和所有的教育家提出对儿童文学的需求 出版家和作家极力满足这种需求 在法国出版的许多书被译成了多种文字 在全欧出售